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场比赛里面把MVP 颁给了辅助的罗 因为OMG昨天联用两场辅助大树 这是相当特殊的一个选择 可能说现在还没有成为主流 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成为 这一个联赛的主流 OMG昨天的阵容应该是给大家 非常多的惊喜吧 然后也给了对手很大的惊吓 也给了我很大的惊吓 对 在VP上面的时候 应该完全没能够猜测到 他们的分路情况 所以应该算是打了 King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King的表现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对 他们是第二场 我觉得是有获胜机会的 对 一直都有 我也感觉是 太急了 就有几波特别想开场 感觉最后的时候 到了比赛的最后 感觉都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 我觉得那时候 我跟娃娃都觉得 很接近King的胜利了 感觉有可能 但是最后也算是大龙回一生吧 就整场来说 马拉翔哥抢了三次的小龙 结果没想到最后 被反抢一手大龙 以后那个团战溃败 因为状态已经太差 然后团战溃败以后 被OMG一波扫平 这也是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比赛 那么紧接着我们要来看 因为King昨天没有能够扳倒OMG 然后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又是King的登板 对 所以回顾昨天的比赛 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King的话最近对阵OMG 虽然是0比2 但是再往前退一场 他们打老干爹的时候 是2比0 拿下了全取三分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还算是最近的状态 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我觉得是比之前 尤其开赛初期的状态 已经好上非常多 对 那今天要来对阵狙击 而且看King要用什么方法来打 我们来看一下 King的选手上单SKY 连续四场都是蓝波 都是蓝波 他的大招有好有坏 有的时候放的蛮精妙 但有的时候也是没有起到作用 打野的话 马达向多最近使用位也是非常多 这个英雄在这两周的比赛里面 感觉是成为了打野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我觉得更加适合King跟他的风格 就是一个由打野这边来做 开战的决定 对 然后竹男角神的杰的话 也是有打出了亮眼表现 但是上一周对阵 对阵OMG的那场比赛里面 也是被舞状态压了非常多 尤其这一个版本 已经版本更新以后 其实又被砍得好大一刀 现在不太容易使用那个角色 应该说他不像以前分带的时候 给对方的压力跟威胁 那么大的攻速砍得非常的多 所以分带的时候的压力比较小 对 然后King的AD的话 对阵OMG的时候使用了德莱文 但是效果的话并不是特别好 没有拿到很多人头 对 然后对阵 因为德莱文他我记得那场 没有队上线 没有队上线前期 不对 是前期被大树跟鲁兹马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对 他们是全都换上了上线 对对对对对 然后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今天的选手全都穿上了唐装 为了给大家拜一个早年 也不算早了 其实过 大家其实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好像说 今天每个队伍穿的唐装 都还是不一样的 对 今天八支队伍 听说有八套不同的唐装 在身上 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喜庆的气氛吧 那当然对选手来说 感觉穿出了一种时尚的感觉 里面加个连帽扇 对啊 感觉挺有趣的一个战法 那我觉得是对所有选手来说 还是因为Kin昨天晚上能取胜的 感觉有机会取胜的场次没有拿下来的话 Kin还是情绪上面可能比较紧绷了 因为才昨天晚上的事 但是他们今天打的对手的话 其实是跟他们积分比较接近的 就是现在 怎么说都是状态回升有点慢的队伍 7T也是在换上他们主力中单之后 我觉得状态是有所上升 但是由于前期的战绩并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积分的话是景品牌第十位 第九位的话就是Kin 他们和Kin只差三分 所以今天如果能2比0的话 是不可追平 对 就占平了 那么我们从上单开始看 上单Let me 选用的角色比较偏向 一般比较偏向像 刀妹跟卡塔丁这种类型 是 打野的话 也是现在常规的英雄都有玩过 打野比较常规一点 比较常规一点 那中单应该是他们的核心 对 小虎上周也是 选用过相当多种不同类型的英雄 包括成长型的 后期的像蛇女 然后包括刺客倾向的 勒芙兰跟小鱼人 那这一版小鱼人也被砍平了 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 再来看到的是ADTEL TEL的表现来说的话 我觉得比较持平 比较持平 他用小炮还是蛮多的 但是最近版本小炮也是会改动 那么在下个礼拜 曾经用过一把草人的辅助陈梦 草人那把我记得效果不张 但是他第二把赢了 他第一把草人没有赢 第二把用普通的辅助的时候倒是赢了 对 GT虽然说前期战绩不佳 但是在对阵OMG的时候 是两场均有优势并且拿下了一场 所以说应该是那天让满多人都很吃惊的吧 是的 制作单位我要看一下 这不公平啊 他们的堂装都好好看啊 我的堂装 我觉得他们的比我好看啊 你要跟他们换一套 我想来一套 那么选手也是都在备战了 那我觉得GT跟Kim来讲的话 你刚才也提过积分很接近 那从最近的对战来说的话 GT占平OMG 但是Kim没有能够搬到OMG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Kim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但是毕竟是因为这个星期版本才更新嘛 所以两个队伍打的其实不是同一个版本 也是看说大家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 进化到什么程度 昨天第一天的比赛就有非常多 跟先前版本不同的选角阵容出现 像昨天到后半段都没有什么看到人马 但前半段的比赛里面人马出现的比较多 对 出现也比较多 而且暴女现在也是一个打野的新选择 对 暴女也是出比较多场 不过我觉得效果比较一般 可能说对于打比赛来说 作为一个前排还是太脆了吧 两队的六角图形 哎呀 相当接近啊 对 非常的接近 只是 Kim的胜率还是略高一点 对 GT这边蓝色放胜率低一点 但两边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场要看Kim怎么样带动自己的节奏 Kim在赛期开始前斩获无数的 算是许多比赛的冠军头衔都是靠着打野带动全队的节奏 然后打一个非常进攻的节奏 我觉得在进入联赛赛季之后 这个进攻节奏是受到相当多的挫折 那今天对GT的话可以说比较熟悉的对手看有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我觉得Kim这场比较关键的就是中单啊 因为小神的状态感觉 使用同一个英雄都感觉有时候特别亮 然后有时候会线上就有点被压到 如果他发育不顺的话 他们中野的这个配合就打不出来 就很难带动其他路的节奏 他想办法秀起来我觉得是 对 像昨天的话 至少要他这一路会顺起来的话 他们的节奏可能会进行的更得心一手一点 你谈到了我觉得一个重点 因为昨天Kim在中单这一路上面 都没有取到什么优势的 毕竟也是对阵国内顶级中单无装的 是 昨天无装的表现真的很好 我觉得无装的也是状态好 然后碰上卷神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来看Ben Peek进入这边 首先Kim是第一个被下载了沙皇 第二个被下载卡扎丁 然后GT这边选择把锤石Ban掉 翻来一下Kim的锤石 Kim这边的话应该说他们锤石是辅助使用最多的一个英雄 一共现在好像是使用了八场之多 基本上是超越其他所有的 比例相当高 不过我们要考量一个事实 就是一般来说首选会是风女 那这里来说 结果GT是两个都给你搬掉了 我想说如果Ban垂直不变风女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 果然在第二个Ban上面来讲是下载风女 然后哇Kim全下中路啊 这个也是给了小虎充分的尊重啊 all in中路 这样卡扎丁也可以打上一单啊 那这个版已经不需要被挖掘机了 第三个Ban角 现在在这个版来说很明显的B强角色比较少 所以这边是比较自由一点的 考量到Kim的上单连续用了四场的蓝薄 这边选择把蓝薄Ban掉 而且 对对对对对对 CT这边的话 他们有一场上单卡扎丁对阵 哇你记得大哥 那场大哥可能是失误比较多 导致这个卡扎丁非常的随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点其实班尼还是比较划算的 那在有兵语的状况下 一场暴女 一场暴女 他是很快的就锁了 目前暴女的胜率有百分之六十六 也是到这一周才开始登场的一个英雄 CT这个选择好心机啊感觉就是 如果说他真的选冰女的话 他就是把 因为冰女线上其实是有点怕刀锋的 他就是把这个英雄都给选掉 但是他这样认为的话 他是不想拿这个英雄去中单了 所以先把刀锋抢掉 如果你要冰女的话 你线上 如果跟我对上线 你是吃亏的 然后拿了一个打野强势的皇子 这两个选择在没有蓝薄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强的两个前排 而且也不用去担心 就对方会做 比方说蓝薄就融化你后排这样的事情 是的 我们继续来看 King要怎么样来选择接下来的英雄 因为暴女已经死了 事实上暴女是还有换路打的可能性嘛 虽然昨天看到的比较多是在打野上面出战 但是也有一场是中单 他们应该是刚才也是纠结了一下 要不要这么早把中单给亮出来 因为如果确定冰冰的话 就是很早选出来 他们有个Counterweight 应该还是决定了一下 就是拿皇子稳一点 那对手上单的话 使用蓝薄的次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手把蓝薄扳掉 可能让King也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了 而且King这地方再不拿冰女 如果GT连冰女都一起拿的话 就整体来讲 硬开团的实力会有点太强 我觉得会有 会让我有点怕怕的 如果他在补一个像辅助的女坦或是辅助的安逆的话 那整场就会变成说 GT主攻的节奏会比较多 那这不是King乐见的 因为King还是希望能够把握进攻节奏 接下来到King的最后两个位置上面 而且他们选择冰女就跟GT一样嘛 也是一个可中可上的选择 对 他如果说上路不好打的话 也可以用来打中路 肯定现在还是在思考 好 最后好像还是选择不想去面对刀锋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能要前期考虑换线了 选择一个奈尔 奈尔让冰女去打中路了 打冰女中路现在留了一个机会给GT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Counter我的中路 那大家对小虎的信心还是蛮足够的 只是在打冰女上面来讲 因为冰女前期有被压的可能性 但是比较好压的角色 像是沙皇这种线霸型的角色没有了 对那现在剩下的选择 大概就是他现在亮出来 泽拉斯是现在剩下的中单里面比较优势的选择 泽拉斯手这么长 而且线上消耗能力很强 对 打冰女这种短手 对 应该还是挺有优势 对 冰女实际上是相当短手啊 必须要近身搏斗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在前期来说的话 一开始刷冰也很慢 因为他的Q技能跟他的AP还没上去的时候 他刷冰的速度也不快 会不会泽拉斯就利用长手的优势整治的有点不舒服 而且主要是他们没有把冰女拿去上单 是因为他们打野是个暴女 你不觉得拿冰女上单中单再补一个AP 他们整个这种实在太脆了 之前就说过现在暴女打野虽然很强 就他打野清野速度非常快 而且又可以给自己加血 支援的话伤害也很高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打团的时候太脆了 打团的时候进不去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十位选手 十个英雄上单的SKY队 LEMMY是纳尔对阵刀锋 打野的话是麻辣香锅的暴女 对阵这边Danger的黄狗 那麻辣香锅的暴女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呢 接着看到中单卷神 对上小虎是冰女大泽拉斯 下路的话是无星这边的轮子妈 然后打开了这边的飞机 又再一次的轮子妈打飞机 但是这一次看到不同的是 King这边辅助带上了莫甘娜 防止的是来自女坦的大量控制技能 双方的阵容各有优劣 我们来看一下King 以及GT的Biora第一场对决 进入到游戏中 King战队在蓝色军团方 我的军团方是GT 在开局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最后的这一个下路组合来讲 是可以对打 是可以兑现的 所以换线的需求不是那么大 这边的话中单小虎这边的泽拉斯 是带上了进化 而角神这边的冰雨是比较暴躁的 带了点燃 赞拉斯这边还是要胜防强凸脸 因为虽然对面没有选大量强开的角色 但是这个进化也是一方面 就如果意外的被控到 在自己没注意的角度 比方说莫甘娜黑球飞进来之类的 还是可以解一下 因为他会是团队的一个相当核心 前中期来讲的话 也不用期待刀锋会有伤害输出 对吧 所以他跟飞机两个人要负担全团的伤害输出 那他这边保命还是相当要紧的 而且作为一个泽拉斯 我觉得他唯一的目标就是 前期把自己的发育刷线做好 然后再拖到后期打团 所以线上只要能够安稳的发育 就并不需要那么激进吗 暴女的刷线速度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还有这几天看到的视频作品里面 也都看到有非常惊人的一个高速 而且维持低损伤的打野 现在问题就是说他打团的时候 他必须因为你这样看一般来说 我们在这两天的比赛看到 都才是AP出装 那AP出装的来说 就是只能poke完全进不去 可是身为一个打野 你的经济平常都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的AP poke伤害也有限 极其有限的出装 由于他们的打野选择了这种 输出型的打野 所以他们上单跟中单 其实都是承担了开团任务的 对 那么一方是选择在GT这边选择了打野怪骑手 骑手以后先上了二级 然后可能有些观众不太清楚 为什么现在突然流行了暴女打 因为在最近这个版改动里面 暴女的那个增加了一个新的被动 就是现在能够不利中利也怪了 以前是不行的 对 所以感觉全的公司也是有一点想 让大家去开发一下这个打法的这种 对 意图吧 就标跟甲子以前就没有办法标记 然后没有办法对野怪中利的怪物增伤 所以现在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暴女的打野速度才会得到一个飞跃性的提升 是的 那么由于被对方抢二的关系 King的下路明显打不过 对方的打野骑手抢到二级起了相当的一个作用 是的 女坦到二级是非常有进攻心的 哇 飞机的二级也是非常强势 直接把对方双招给逼出来了 这两个英雄你被他抢到二的话 真的是很难打 女坦往草里一站 然后就逼得King的走位非常后退 结果King冒险上前吸取经验 跟试着补炮车的时候 被女坦只中了硬打一套 现在是已经三级打一级了 对 女坦一级跟二级简直是天差地别的区别 而且关键 罗姆妈自己 她刚才应该是非常接近 无限接近二级 所以她想说我上去吸到经验上二 有一个盾我应该就不怕你 结果没想到在上二之前就被对方硬打一套 闪现跟治疗全交 而且飞机的话二级有一个E 伤害是非常爆炸了 线上没有几个人能对拼得够 所以二级的飞机也是有非常强的压制力 还好这边罗姆妈现在是血还回到一半的程度了吧 还能失失线 勉勉强强强 但是这一波已经输了个六刀 就这样被对方上二打一波以后输了六刀 有点惨 那这几天的比赛里面飞机看的会比较少 昨天的比赛里面看到会比之前的版本来的少 一方面是因为飞机的魔号又抬上去 就W的魔号又抬上去 所以事实上魔号相当的重力 这边是立桑卓的一个先手 配合暴女伤害是爆炸 对手交了闪现跟进化 还是被月塔强杀了 主要是标记 暴女的标记成功 标记到以后铺上去 延长的W飞铺 然后再加上一个强化的Q 这个威力非常惊人 这就是说他们虽然打也没有控制 但是中单给他提供了充足的控制 这一下也是打了小虎一个措手不及当 没有料到 他觉得立桑卓上来硬爆我一套的话 伤害是不够的 但他没有算到麻辣相过 而且出手的瞬间 标就已经命中 是的 暴女这个英雄 不管以前打野还是上单啊中单 就是你标不标的盗人 是你玩这个英雄的关键 像刚才那个一般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就是由队友带来的强力控制 然后确保我们的标能够命中 并且立桑卓也是带了点燃嘛 所以这一波是一击必杀 伤害是足了 虽然交了两个伞进塔下硬杀 但是对手也是双招都交了 对 这交易是OK的 尤其对手双招都交 所以除非皇子交伞跟惩戒来硬杀中路的立桑卓 但这也要是绝成自己哦 有点失误才有办法 对 但而且刚才就说过了嘛 两边中单这场的发挥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边King这边中单可能要带起带节奏的任务 另外一边GT的话中单是他们核心carry 所以这波肯定是让King来说非常舒服的 下路又是直到了 平一波没有双招的轮子妈 没有双招必死 RV2被击杀了 这场我觉得GT的下路应该说是打得非常不错 或者是King这边下路 稍微有一点点小失误吧 前期那个二级被打出双招有点伤 就是没抓到对方 就对方打野起手的话 对方会先上二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打野之间的队打马拉乡过miss的 没有打中 立桑卓跟过来已经六级了 这个等级领先是让皇子好像有点难跑 还要EQ最后是逃走了 幸好可以EQ过他 对 然后尤其在于立桑卓跟暴女两个人都没有闪现 所以跟不上他 但这一波是被打得有点惨啊 如果一开始起手那一标有中的话 可能皇子已经倒了 对 但是还好就是皇子这边交个闪现 是要立桑卓斯马把大招给交了 这段时间泽拉斯中路能稳一稳了 要不然他刚才被泽拉斯 其实前面消耗了血 被那个冰女消耗血量其实蛮多的 而且这一波如果再 想想看啊 幸好是皇子承担了这一波 如果是泽拉斯可能又要再死一招 泽拉斯中了这一套 然后接着暴女又从侧间上来的话 那肯定又要死 上单的Sky的纳尔血线被打得很低 再被女刀都缓了一下 现在还在回来回血 没办法 没技能了 感觉没技能了 跟不上 但这波已经是压制做得非常足了 没错 因为他抓住了Sky这边纳尔变小 没办法放大的这一波十几点 一波大进去 也是痛彻心扉 这么一来的话又要被送一波小兵进塔 那又不太敢消耗掉传送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消耗掉传送的话 又担心第一条龙 幸好女刀锋也没有咄咄逼人 可以说进了草丛里面以后回城了 再看一下这根捕刀 其实纳尔线上捕刀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所以这波虽然是被耗了很多血量 差一点没弹杀 但这个差一点其实是差很多的 没错 他这波没死的话 其实线上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捕刀也并不落后 其实纏述Kind刚才那个地方上单的传送用语 不用真的很犹豫 如果刀锋再逼他一波的话 他会陷入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因为下路输太多 是下路这边飞机也是到六级 又上来凶了一波 因为Kind下路输太多的关系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内被凶回家 只要一被凶回家的话 你龙就要掉 所以这个东西传送 我说不定也没有那么挣扎 搞不好就用 因为感觉真龙的机会有点少 其实之前来说的话 Kind的下路还是挺被大家所看好的 觉得是联赛里面下路 包括他们的AD是新人里面发挥很不错的一种 但是这一场的话 确实被对方抢二 然后组合又比较强 前期没有处理太好 哎呦被勾了 这个盾还是给的比较坚实的 有给到没有被敲晕 所以这里可以打女坦一套 让她交参动来之恩 又晕到了这边的轮子骂 再次交出闪现 怎么办 因为AD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 这个传送看起来没有办法杀到人 而且这一推打着一推并没有能够把刀妹砸在墙上 是的剩下的人时间更快 双方觉得技能的交叉差不多了也留不住了 就选择了回撤了 纳尔稍稍比女刀来早一点点 但是因为AD先残的关系 听没有办法继续打这个下路的团战 对 两边的中单都想往下借了 因为这个莫根纳护盾时间是比较久的 他第一波躲了之后第二波又想上去拼 又被尼泰昂给命了 杀拉斯显然是有点害怕 他在支援路线选择上面是过自家蓝buff区的三郎 这条路线比较长 刚才如果两边中单都真的都支援到下路的话 会是King先到一步 而且还有一个很致命的枪控 所以刚才那一波幸好没有打起来 对GT来说也是好事 真的打到底的话未必有个好结果 因为King这边的话 如果泽拉斯在河道里被立方卓和暴女逮到的话 他是有被击下的危险 但对手上 诶 这边又 又来了一波干客 黄子是配合飞机 这边杀掉了暴女 同时立方卓支援上路 纳尔交了一个闪线上去 哦 卷神做得很好 卷神做得很好的一个点是 他在多帮扛卡了好几下 虽然纳尔比较没有危险性 但是他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 还是帮助有伤害 暴女这边如果是被控掉的话 他是很脆很脆的 刚才这波是稍微被对方抓了一下 就成功拿下了小龙 对 正打算要gank 然后进草看到一颗真眼皇子 马上从上面下来打他 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剧本 对 那GT看到两个人 上单中单跑去上路 塔下击杀女刀锋的话 最后是决定把小龙给拿下来 不亏 但这波的话 King也是拆掉了一个上塔 第一只小龙对他们来说还是能接受 但飞机拿到第一条龙还是比较开心 下路的话飞机因为有一个人头 在这让补刀有点颖先 在这边来说的话 现在线上下路是gt的一个完全压制 然后呢 上路的部分刚才虽然打出了一次急杀 但是因为把塔给拆了的关系 那在这边压线的话也要非常注意 尤其他在对方红区是完全没有视野的一个状态 他这里真的是不敢越雷吃一步 你看到他把兵线推到接近二塔的地方 就选择后撤了 那这时候是因为暴女跟立桑卓都已经包夹进来 这一波应该是知道女刀锋已经没有闪现了 打算越塔了 就是要强行越了 那在怒气完全消退之前 是成功的拍墙把女刀锋拍在二塔下的墙上 然后让麻辣香锅进场完成急杀 而且立桑卓也是给了一个大招 这个是被连控到死了 这是相当典型的King风格的一个打法 我前期什么招都不省 闪也不省 大招也不省 什么都不省 我就是要一次一次的急杀 先开始滚动雪球 他们其实真的是一个打得还蛮接近的队伍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亮剑精神 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很怕在还没出手 就你蓄力的这个时候 发力前就被对方扶持的话会比较痛苦 像昨天来说的话 就是中单没有 前期没有能够取得优势 被OMG压住的一个状态下 没有办法滚动这个节奏 像现在是进入一个King的节奏 也就是我们比赛开始前一直在讲的 King的一个胜利的方程师 应该是长这样 因为虽然说暴女 前期是死了一次 但是他也有给队友带来一些很功的杠客 而且中路的话是拿到了两个人头 补刀上也是有压制的 现在应该说中单已经是 非常有优势了 在这个局面下GT并不好受 因为女刀锋是很需要成长的一个英雄 然后到现在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发育可以的 暴女连跳跳到刚才自己 昔日自己丧命的地方把这颗要命的真眼给拔了 然后King现在全队就开始做一个集合 然后给对方更大压力的一个打法 先把三个外塔滚掉 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优势 下路的话是配合大夜起过来 把这个塔给强拆掉 没错 然后下一步的话应该是要去滚动中路的塔了 那对于GT来说 现在的一个反击的号角在于说 对方当进行这样的一个强拆的时候呢 泽拉斯有没有办法扛住压力 因为泽拉斯毕竟是理论上比较能够扛住 这样一个强推线的压力的一个英雄 是的 他清线是非常快的 然后肯交招式 两招一定可以把后排通通拔掉 然后在去第二个Q的时候 就可以把前排也都收掉 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King想要把这个优势继续滚动 要滚中路显然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 刚才是因为泽拉斯移动慢嘛 他不太可能去驰援下塔 那在中塔的部分不太容易得手 GT的话 现在由于下路塔已经丢了 所以是把视野做得比较深入 在这里被Q到了皇子 有点危险 交了一个1Q 能够拖出对方追及的范围吗 下面还有 飞机在拱卫着 比较没有问题 毕竟飞机是已经有了三项 非常快的一个三项 三项毕竟是一个不便宜的道具 在这么早期 拿出来也显现了飞机前提的优势有多么庞大 那GT现在另外一个反击的点 就在于说飞机的高输出 如果队友能够护卫着飞机的话 在团战里面让飞机从头到尾 打完他的伤害 应该还是能够压倒King的输出 但问题在于有没有办法 到底有没有办法护着飞机呢 有利桑佐有纳尔 然后有暴泥在 三个狙击 有点危险 现在King的支撑点应该是要在 刀锋装备还没成型的时候 把自己的优势给滚当 但GT这边有机会的一点就是 这个暴泥是很脆的 他们这边控制非常多 如果能够找到机会 先把他杀掉的话 团战他们还是比较好打的 King现在要做的是在红方 就GT中路一塔的这个 偏东南方这个方向这一区 现在画面带到这一区的视野 必须要清干净 你知道有办法给对方 中路更进一步的压力 因为他其实是有进攻意图的 就包括说这边往上看 往北边看的时候 被看到就是在 中塔侧边的草丛 也已经都见好眼了 这是代表 King这边有去抓对方蓝区 在野区去抓对方的一个意图在 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打出来 是因为对方的入口事上都还有视野 所以你没有办法达到埋伏对方的效果 突击对方都做不出来 而且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虚弱的下路来讲的话 自己在自己下方的野区也是下了 用了比较多的野 然后这里也是没办法 前期先为的烈士是需要付出代价 那么现在小龙即将要重生的一个时间点 只剩下30多秒了 其实似乎是 双方的上单都是有传送的 没错 似乎是打算先一步的占领这个龙区 来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团战在这边爆发 他们也是知道那出现的位置 但是犹豫论下感觉太多人去上路的话 这个小龙可能对方就要打了 所以这波也并有选择去上路干客 没办法清干净 拼是先一步把兵线压上下二塔前方 然后等一下回升打龙的时候 是兵线上面比较有优势的 这个莫高达竟然Q到了塔下 飞机血量有点低 交出了治疗 吓了我一大跳 因为这边泽拉斯的话 他也只能守一路嘛 他在中路守的时候 King就非常快速把兵线带到下路而塔 也是找到一波机会 消耗了一下飞机的血量 是的 那这波的话应该是知道飞机血量很残 要回家了 那这么一来的话 小龙不是很好防守 这个时候飞机也是赶时间 快快快快让我回去 我要赶快再过来 有没有办法靠着泽拉斯跟女坦 带来的威胁 先防止King直接把龙吃掉呢 扫眼的视频终于好了 赶快再扫一轮 有没有办法攻击的速度够不够快 还有两下还有两下 放弃了 但是King这边的话 可能觉得对方 比如说泽拉斯的大招 对他们打龙还是比较有威慑力 没错 而且纳尔不在的话 其实他们都很脆 扛龙的话可能会打得有点伤 这波GT能够先一步的把解神的立场佐血量 都先给压低 这样子一来 King敢不敢再继续强压龙 我觉得是不敢了 所以这波虽然说是把飞机打回家了 但是King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打扫龙的机会 终于是等到视频CD要进一步来轻眼 结果纳尔在轻眼的时候 扛掉了三分第一的血量 被扫拉斯远距离的攻击 这里传送下来了 鱼坦直接甩一个大招 感觉黑盾稍微慢了一秒 还是有被减速到 无心被皇子大招盖住以后加了一个闪现 皇子EQ并没有能够跟上 但是后面Tail飞机带来的庞大输出 让King靠不住压力 已经后撤 小龙呢 打完了吗 打完了 是在被逼这一波之前 事实上是有先打完小龙的 那还好 那还好 是有安全撤掉 就是在转阵一下中路 配合格拉斯的大招 闪现躲了最后一下 因为虽然感觉好像打不死 但不闪的话 后面铝坦会跟上来 对 这个闪还是连销带打 就夺掉了大招伤害以外 还夺掉了铝坦追击 还可以的 那King有夺下第二条小龙 虽然付出了不少的召唤师技能 毕竟这波 他们也是在对面上代 也有传送的情况下 直接开打的 没错 所以只要能拿下的话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那么庞大压力的状况下 有把龙守下来 King这第二条小龙守得不错 那现在理论上 应该King还是可以拥有一个进攻节奏的刀锋 哎呀刀锋 终究还是被他憋出三下 这波的话 DT是所有人都来到了上路 应该是想要对这个上塔进行一波推进了 强迫上塔 这个是复制 完全是King刚才的打法的复制 塔下的纳尔虽然是巨大形态 但是看起来有一点点危险 也是被屁股闪现 在塔下被晕了一下 好 莫甘纳过来支援了一下 这波塔应该是能够守住一下 对 因为暴女和立桑作也在往这边赶来 他就怕对方有像莫甘纳这样子一个选择 就是他在塔下的时候帮忙清兵 虽然纳尔并不是顶尖的清兵好手 但有了莫甘纳支援以后 你要碰到这座塔就显得非常困难 其实那一波的话 纳尔也是有闪现的 如果他没闪现 可能面对对方四个人 不太敢在塔下防守了 是的 如果没闪的话 被硬杀掉的话 这个塔就没了 那我也是觉得因为前面一波 在龙区的基站 让这边大家召喚师技能数量都比较少 而纳尔本身是没有参与那个基站 在他留着一个闪 一样是想要来把控这一区的视野 然后攻略中塔 刚才第一轮并没有能够成功 第二轮又能够攻略得手吗 是让好像是让皇子把群戒抢掉了这个 我觉得前期 就让皇子打掉了 前期逼了两次的女刀锋 就杀了他两次之后 好像没有压抑住他的发育 他在哪里偷发育起来 还拿到三项 刷到上面也只落后纳尔五刀 并没有直直上的落后 那接下来只要把肉装做出来 以后女胎 又来一次支援 纳尔已经是变大了 而且被控住 大招推一下 输出飞机交了一个闪现 飞机好像没有W可以用了 交了一个闪现上来 以后用一发大发的飞弹 将纳尔给击倒在上路 还不错 也不愧是前期取得巨大优势的飞机 这边是硬生生的将纳尔给击倒了 那一方面也是纳尔的出装前期选择 可能面对的是女坦 在第一件装上面选择了火斗 选择了火斗的状态下 飞机加上是出魔穿鞋的飞机 最后那一发大飞弹对他的伤害还蛮大 而且主要是他这半区没有演 在河道的那个地方 被女坦又一次绕后了 KING的上路的攻略得手了 而GT的上路攻略得手了 而KING这边的中路攻略 好像一直不是很顺利的运作 下路的地方又被女刀锋 偷了一波的发育 把小兵通通送向二塔 然后你的后排包括轮子妈 像轮子妈这样的英雄就很痛苦 为他粘上来 你虽然有高跑速 但女坦又控不住 他会直接把你逼出输出范围外 然后就打团的时候 等于你不用输出了 除非你能够骑换走位 就是真的把他甩开 可我觉得蛮困难的 像举个例子 像我很喜欢举的 就是像老干涅的ADINT来说的话 他就在对方前排逼迫他的时候 他会选择那种绕弧形的走法 就他不是往后退 他会用化缘的方式绕着战场跑 然后一边 边跑边输出 对一边跑一边想办法找位置输出 就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好应该 结果看来立场中有没有现手的机会 先想秒一下 对面的辅助大招已经给上了 直接秒掉 结果就是把所有招交给 反正辅助被黑球给套到了 就一波先把辅助给杀倒 那泽拉斯呢 泽拉斯人还在塔后的话 这个塔可能还可以勉强再蹭一下 但刚才逮到机会 一波是给他纵伤 对比较低了 血量偏太低了 所以应该PIN会很 比较激进的 想先把这个塔给拆掉了 那这里来说的话 刚才泽拉斯现在有没有招式 能够一波轻着一些小兵 没办法了 塔要倒了 放下了 中塔终于沦陷 PIN好不容易如愿以偿 稍微被拖了 大概有七八分钟的时间 才将中塔给击倒 不过杀辅助也是比较有收获的 毕竟杀了一个人 可以拿一座塔 又是莫甘纳的 相当无责任的一个 尝试开团的方式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 有能够套到泥坦 哇又一次 泥坦身上简直是装了磁铁 过来之后又是被打成了半血 而且马拉香锅 因为前期相当顺的关系 已经有了帽子 他在打野装备 哇还有水滴 这种打野装备 他装好豪华 真的非常豪华 他还有水滴啊 这个真的有点豪华 刷野的度度也是比对面的 打野快了不少 但是他真的是全输输中 两边都选择砍土 但他硬生生就比对面多刷了20岛 这个装备真的是有点豪华 就如果让他无压力打输输 这边遇到后面 后面被切了后路 直接开了果然是开这个暴女 但是这边利桑卓是有大招的 所以我并没有跟上 两边互换了一个角色 虽然是刀妹 虽然刀妹这边牺牲掉了 但是有把轮子发给换掉 这个时候经常硬打 哇扛不住飞机的输出 纳尔再次的倒下 两边又再度呼唤 诶 有吗 对 两边又再度呼唤 因为那个纳尔是变大的时候 被击杀的那个头像不一样 我刚才在找说 那算是 两边又再度呼唤了一个英雄之后 这边还是打了一个不像上下 刚才这一波绕后还不错 但是后面输出来讲的话 感觉输出就分成了两部分 就感觉聚集在打后面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 跟那个女刀缝一起切过去的话 暴女是会被顺秒的 对 因为他实在全输霜太脆了血量 只要有那个女刀缝的控制 就直接能够控制秒掉了 但是必定冰女也是站在他旁边 所以反而是女刀缝这边先被杀了 弹血状态下 KING选择的是回城 然后GT选择趁这个空档 把小龙给吃了 吃到小龙已经是跌到第二层 对 拿到了两条小龙 下一条的话 KING肯定就是要防守一下 第三条比较重要 而且他们是开被放的塔 是多一些的 应该有掌握视野的主动权 可能有观众没有看昨天的比赛 就再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其实重感冒了 所以今天在发音上面 你就鼻子会比较重一点 不好意思 哇这里是EQ上去想要开 但是其实冰女是有大招有那个中亚的 靠着自己的技能跳过墙以后 受到飞机的过墙追杀 然后开了一个中亚 图中要小心暴女的标 刚才这边是女坦就中了一标 一标又一标 这里是靠着暴女的标 能够将对方给POG走 暴女上去想要一套秒 皇子却伤害有限 没有能够秒掉皇子 那个时候下面自己的队友 轮巴跟纳尔都已经遭到击杀了 这是一个暴女千里逃亡 夹了一个闪现 躲过泽拉斯的缓速以后 再躲过泽拉斯的QG 那么由于暴女回眸一笑 这一标的威力太惊人的关系 GT感觉已经放弃了追击 反而变成是马拉香锅 再度转身 想说能不能从尾巴给GT一点伤害 这时候是两个人的心机对决 这一毛没有能够命中小虎躲过了 就在毛的CD时间 还学飞机W上来 打了一下 但是暴女想在草丛里面追暴女还是挺难的 暴女再度一个W前跳 感觉又摆脱了追击回省一标没中 女坦的绕后 暴女之前稍微削过了她的标的命中范围 就比较长 比以前长 所以刚才那一标看起来 如果用以前的判定的话应该是中 但是现在判定不会中 这也是之前削过 但是你看 啊 戳到了小狼 托拉斯回程 在眼下回程被Q到了 竟然 他开了个进化 再开商店 因为如果他不开这个进化 暴女跟上就把他秒 对 再回程又 哇 这标没中 这标感觉是想飙子拉斯的 如果飙到就死了 早在一分半前呢 Tim就已经灭团了 然后就靠着一个暴女在这里 残存下来的暴女跟对方四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然后撑到队友又再度赶来支援 暴女这角色的凡人指数可见一半 如果你控不住他 他的输出是可以和对方的中单所媲美的 但如果说你控住他了 他就是一秒就死 而且对方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排 然后后排的话就只能对你切割了 没有那种强控你到天荒地老的角色 就比方说是像是 别让他风吹起来的话 他就能打出不少的数数 一定要游斗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AD这边配置是轮抹的原因 但是现在一波墙上 Kim也意识到自己正面一波比较强了 如果能够逮住对方 那我们是可以赢得团战至少前半段 那后面追不到暴女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我们赢得团战前半段之后 只要没有人是在危险范围被暴女标一标 他就会死的范围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推他 所以GT也是还在寻求机会 刚才那波的话 因为利桑卓开中亚的时候 已经被打到的雪凉太惨了 对 最后直接被皇子秒掉是大刀没开出来 所以团战打的话 应该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这波他们回去补完装备 是重新回来再进行一波推进了 这波他还是全技能的 特拉斯是不是有点奇啊 他买了两根 两根小方 暴力魔杖 暴力魔杖 一买买了两分 隔墙的一个Q 没有Q到 某某到这里 没有得逞 黄石上去又先受兵力 兵力就要闪现了 那回头的话 他没有选择异上去大招 那这波是不太想打 又如果想打的话 他那个时候异到人队中估计就要大 大自成 暴女的AP是有点高啊 他奶了他一口以后 就感觉又把卷神给救了回来 他们不太想打一波 还是可能想让暴女先飙到一两个人 对 标残了之后我们再打 还是遇到游斗 游斗到关键性就绝对可以打的时候 再让地上头上去硬开 对 哇 哪儿变身了控制不住啊 但是 怎么说泽拉斯轻兵能力还是太强了 这波想中路推进的话不太可能 但是下路兵线已经过来了 是不是要转下去 转下可以 塔下只有一个刀锋 泽拉斯这波是回程了 那下头的话有没有机会 下打送了呀 我觉得送的机会很大啊 没有泽拉斯的话 他们先推了半天没看到泽拉斯 用Q到了 Q到了黄子 这边让暴女标他一标 大招给到了 但是队友没上 这波就是交流有点失误吧 谈 交流我觉得有点失误 好像上次有点不明知 但是为什么冰女会直接把大给出去呢 因为泽拉斯 这个时候没大 他们感觉半天没看到泽拉斯 应该大概猜到泽拉斯就回程了 所以冰女这波可能想上 没大呀 没大呀他刚才大过冰女嘛 在中路旁边大过冰女 所以他现在大还没转好 然后其他人的话可能就只是想推这个坦 对 所以这波交流稍微有点失误 一坦上来 上来自己的血量还是比较低的 先往后撤一下 多大是纳尔没有打的价值 现在皇子EQ也是纳尔 但是他盖到了AD盖到武器 但是莫干纳 但是莫干纳被奶了 这边盖到了伦瑟 伦瑟被奶了一口 血量又抬上来了 没错 就是这个奶让他们这一波进攻 没有打折 这波利桑就是没大招 所以GT才想强势的打一波 这个金人应该是要给了 命只好给了 那这里又是一个暴女高峰后退 现在看女高峰还能不能追一下这个 莫干纳回程EQ Q到了女高峰 附近的人不够多 女高峰的这个监控时间没有 哇 女坦上来一个闪现 没有想到闪现 虽然直到了莫干纳 但是对方有护盾 对 被对方给打死了 不过刀锋终于找到跳板 连跳上来 好 最后是刀锋跟对方全部换死 但这里是GT的一个优势 换到了一个ACE 是的 这边女坦就是用自己的幸运 就是留住了对面的人 让队友拿影收割 没错 主要刚才那波暴女 到最后已经没有蓝了 在他们在追击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蓝再放 放技能了 刀妹 没飙了 追得很辛苦喔 最后终于是把对方留了一下 因为 因为女坦交闪现上去硬控的关系 然后对方 每一个人都停了一步 然后回身把女坦击杀 然后就因为这一步 让刀锋有机会可以跟上 而且主要是这波对面上的原因 是因为你立方卓大招已经看着交过了 没错没错 GT顺利的完成追击战之后 拿下了小龙作为战利品 达到了三层小龙 而且地质不绝间 这个飞机已经拿到了六个人头 飞机前期就非常肥 然后现在装备超级强 这个三大剑都不便宜 对 前期他线上就是打出了一些优势 但是打团战 输出打的也比较足 人头拿了很多 现在他的发育的话 还是非常好的 我的妈的发育还可以 因为头收的也够多 嗯 两边的人头是差不多的 但像刚才那个团的时候 皇子上来硬盖了AD 然后让AD 他毕竟他是没位移的 对 所以飞机的输出可能要更好找位置一点 没错 虽然说暴女可以看到他出了 法伤装备的时候 打团 他那个奶 你也是不能小觑的 对 刚才虽然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直接一口拿给拿起来了 他自己开的治疗 然后再加上队友 就放你给他补一口 听这边是看到女刀锋在下路 直接选择了打大路 但是对手交传送了 哇 女刀锋取消了传送 那糟糕了 那糟糕了 你的位置在下路 你这个点上取消传送的话 他为什么可能觉得他有点觉得对面要走了 不打了 结果他取消的时候对手 没勾远啊 直接过来了 那已经被对手给拿到了 而且 娜尔也没有死在巨大状态下面 哇这三炮全都空了 没有一炮打到这个娜尔 就是拿了大龙以后团灭 还好女刀锋因为他们有三层龙buff 千里迢迢从下路一路赶来 过关斩六将 最后终于赶步现场 不过队友也已经打赢了 因为毕竟GT扛了相当多的大龙伤害 对 这波GT就已经是赚是亏了 还很难讲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地方 因为 对 他们开始打的时候 感觉这个大龙拿的还算是比较快吧 呃 女坦切了进来 一次碰到了两个后排 对安子拉斯的第一个目标 并没有打得很好 娜尔并没有击杀 但是那个血量偏低 但是后来还是被Cue死了 对 王子这个大招是盖到三个人 是让 队友打出了非常高的AOE伤害 没错没错 而且立张卓虽然用无敌大招无敌 加金森无敌 苟延弹传了相当的久 但是没有用啊 因为没有输出 然后 在你金森起来 金森跟无敌要有用 什么时候有用 就是你无敌起来以后 对方会 状态还是比较 而且对方会找不到人打 找不到人打 就是怎么办现在要干嘛 然后对方会产生大概两秒左右的一个发呆的时间 这个可以帮队友争取时间 那刚才GT全部都在火力范围里 就是你无敌的四秒钟 但这四秒他已经把你队友杀光了 那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刚才那波皇子的大招感觉还是比较关键的 让队友的AOE全都打上去了 是的 因为之前就说过他们这个阵容 除了娜尔是非常脆皮的 娜尔一开始虽然躲了泽拉斯的大招 但是因为扛龙也已经扛了很多了 最后还是被收掉 他们唯一的前排没有了 被皇子又框住三个 那这波是很难打赢的 那这波是很难打赢的 实在也说不上来 就刚才King这一手 骗了GT一下还不错 骗掉刀妹的传送还不错 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团战还是打数 等于是5打4打数 对 就是说他们硬钢的话并不占优势啊 对 这边有皇子 怎么说都要先消耗一下 高风又上来硬切 但是有黑盾 并没有被黏上 特别暴女在寻找机会 只能看暴女在旁边标一下 如果能标到脆皮的话 他们是有机会能够硬上打一波的 但是一标一标GT闪得很远 GT宁可让前排去挨这一两标 要是真的被他标到后排 这个现在近角赢就变成说 我真的要能够标到后排 完全全看麻辣香锅了 尝试了 特别尝试几标没有持的效果 对方已经直接冲过来了 伊桑卓这边是交了闪现 左女坦的大招 但又被女坦被迟到了 刀妹要切上来了 只好开大招 再一个惊人 一样是多了四秒钟 但是队友有没有马上来 没有办法 这四秒钟拖过以后 还是闭目待死 但是这边伦子妈的输出环境好像还不错 王子交了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能够 那儿推墙推两个 减击爆炸 哇 特有现在变两个AD对打 最后被女刀锋时切死了 本来她有机会直接把飞机给杀掉的 而且飞机在这里 最后是本来帮女从后面想要给飞机点教训 但被泽拉斯晕到的瞬间 泽拉斯跟飞机激活秒杀 秒杀暴女 她本来有一个闪现是有机会杀掉这个飞机的 但是没想到女刀锋又从后面绕回来切了一下 是的 这女刀锋的表现很亮眼 我感觉GT这场打得也不错的是 他们知道对方这个阵容是要消耗的 所以一找到机会就直接强开 没错 感觉就差一个风女 真的就差一个风女 所以其实 KING就是在那个女刀锋 没有肉装的时候 我感觉没有把自己的优势扣得非常大 因为她如果没有肉装的话 不太敢强开 那时候有点进攻受阻了 主要也是因为下路前期的烈士 没办法 她真的是打不出去 没机会 然后有装了以后 我觉得就是 辅助差一个风女 我刚才讲的差一个风女 是如果辅助位置上面有个风女的话 会好很多 可惜了 在banpeak的阶段被GT给封锁掉 现在来讲的话 KING也知道 GT正面团怎么打打不过 然后 非得要依靠标不可 但万一都标不到 对方又硬开的时候 就会像刚才一样 团战溃败 现在很难找到一个 通往胜利的路 是的 连续几波团的话 GT这边其实都是有优势的 所以他们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间是 他们比较强势的时候了 开始打得比较主动 GT的进攻打得挺顺的 就包括是 不演之后 然后来做中路的推进 中路这个水晶的话 看一下怎么说 暴女还是只能在侧面标 对手又是开大招 想上了 只是想拆掉这个水晶 暴女这下标到了皇子 但是 上海有限啊 对的 在第二标没中 对方散开 闪过了 后排完全标不到 怎么办 又要拿小龙 GT这小龙 可是第四条小龙 KING再不想办法阻止的话 有点糟糕 但是被GT领先一步 这个时候 你最多给他一标了 换句话说 而且这个时候大小龙 已经很快了 对 直接被秒掉 那这个时候你马上要 担心被对方抢开了 怎么办小龙 先跑吧 拱手让人 中路的水晶还被拆毁 具体的状态不错 现在是要来回程一波 这个飞机都已经快了六神装了 再补出一个无尽 伤害输出就更爆炸了 破表的高 人头实在是拿了非常多 他这个十一零十一的战绩 而且刚才那一波还没被终结 就没拿到大人头 完全没有 就是妈也是 虽然发育也很好 但还是追不上 对的 虽然他团线上出了点问题 但打团战的时候 叔叔还是打出来了 卷神前期的优势 感觉没有延续 对 现在高梅又再度仗着自己 传送转好 开始带动下了 那时候大龙要重生 又是过了 就七分钟以后一切又重演 而且纳尔其实这盘对他们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他们 纳尔应该是有个开场和前排的任务的 但是他这场发育并不是特别好 先继续来做大龙区的视野 想要再演一次刚刚的剧本 办得到吗 把大龙区 十字里面的眼睛给清了 飞机飞下来 飞机直接大龙上来 找一下这个补助的麻烦 女坦被Q住了 但是飞机在一个平黑就杀掉了 成功将莫甘娜给击杀 女坦还叫个大招 好大 那是钢铁合计 对 钢铁合计 哇 立场座被刀背给黏到瞬间秒杀 冰给切死了 皇子大招框住这边ADC 那ADC肯定是只能消散先跑了 戴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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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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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事可能是一波的事 但是并没有能够跑掉 可能是一波的事 有机会 看超级小兵来得多快 戴回了戴回相当初 全是终于 赴回了戴回了戴回全 这边飞机还是蛮状态 而且他们能够顶塔的人还比较多 对 一只超级兵进来牵定一下第二只超级兵 他看一下这边是有想上的意图吗 中了一标对 没什么机会 娜尔开了一个大招 最后莫甘娜复活了从后面上来 莫甘娜框到了皇子 没有太大效果 但是还挡不住对面的输出 最后一波了 这就是一波的事情了 恭喜GT拿下BO2的第一局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